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我们知道现在中国就是流行性感冒很严重嘛 那也有人怀疑就是新冠状病毒的变种XBB已经侵入到中国 那原本在今年十月份的时候 其实就有一位朋友 他是一个大老板 然后呢他自己在印尼啊泰国还有日本都有工厂 所以如果大家去日本玩 你去日本的Seven买的口罩 其实就是台湾人做 就这家厂商做得非常的精致 他突然在十月份就胆量跟我说 杰敏啊 你知道现在中国很危险的 那病毒 梅将军的病毒很恐怖的 那个医院都爆满 那时候新闻都没有爆 然后我就想说 他应该就是跟我聊天 因为他是一个 就是一个算是一个很好的姐姐 然后在泰国 他在泰国拥有工业区 你知道他的这个 是一个台商的代表 然后他就说 我口罩 驾全身给你啦 我心里想说 上次送我的口罩 我还没用完 然后我就说 好了 他说 不要客气啦 要找 因为现在 北京就 很严重很严重 因为都说台语嘛 然后我就 就把这消息没得放到心上 你知道如果放心上 我现在大概已经赚了四根掌 然后果不起来 最近就是中国的流行性感觉 是蛮严重的 十月爆发 从北京到上海 那现在在广东啊 深圳都已经开始 这个流行 那我们这边的新闻 其实不多 每次看报纸 大概就小小的一条 或者是 你必须要去爬书 才能看到比较多的讯息 但状况 是有多严重 那因为这个事情呢 已经惊动到 我们的相关单位 所以我们这个孙瑞远 孙瑞远没错吧 那个卫副部长 对不起 如果讲错名字 就不好意思啊 然后呢 他就突然解决 这事情很严重 他就立刻呢 派人到 我们四个主要机场 来做机查 机查结果出来了 哇 我看了这些数字 真怕惊惊 他总共检查86个人 那我们台湾现在 流行病的盛行率 大概是5到8个百分点 就每一天正在感冒 或加上感冒的人数 大概就每100个 大概有5到8个人 所以你其实最近发现到 你有些朋友都 声音都怪怪的 然后呢 5到8 好 所以我们用5到8来算的话 86个人的话呢 大概就5到840 大概就4个人 好 差不多吧 4个人有感冒 好 就有出来数字 你知道有多可怕吗 我看新闻的时候 我现在疼了 就86个人被检测 有64个人都去了中国之后 就回来有流行性感冒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 这个不同的 不同的这种肺 会造成肺炎的这些疾病 哇 我一听完 这盛行率太可怕 这事情就到6成以上了 所以最近如果你真的有打算 要去上海啊 北京城市要去旅行的朋友 可能真的要 该打疫苗都要打疫苗 那我们这一波XBB疫苗 总共有105万剂 还没打 105万剂 数量非常惊人 那我看到施打的人数的时候 我有吓到 人数极少 所以如果我们的听友啊 你是跟杰明一样 都是50岁以上的人 现在都免费 其实全部不 不管年纪了 现在全民阶可以 那你赶快真的 如果你要出国 真的打一剂XBB 那我前阵看到新闻说 因为大家其实 已经不再谈新冠状病毒了 然后我在路上呢 看到的朋友们 原本只有年轻人不戴口罩 现在连跟我同年纪人 都不戴口罩 比我大一点 哥哥姐姐不戴口罩 这是哪一招啊 这很可怕的事情 那这个 卫福部也证实 整个新冠状病毒 现在又开始 又开始这个蔓延 那这个到 就是下个月 就会到高峰期 也就是过年前 会是高峰期 所以真的 如果你没有打疫苗的人 真的不要客气 那因为我们知道 有很多社交软体 什么IG啊 还有一个新的软体 叫Thread 那我反正很无聊 我有时候都会去把它下载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小女生 她看起来就二十出头的样子 长得很清秀可爱 然后她就在Thread里面 就是很哀怨的说 她第三次被感染新冠状病毒 第三次 我的妈啊 但是这不是重点 其实也没什么东西 我记得在新冠状病毒 刚开始的时候呢 我看到一则新闻 我觉得这个女生也太厉害了 这是一个英国的大学生 女大生 她不知道是不是很爱跑趴 还是怎么样 她说呢 就是有什么β的时候 她就种β 有α就种α 反正有γ就种γ 就是只要有新款的 那个 因为英国他们是一个 就是很潮湿 然后温度偏低 非常适合这种新冠状病毒 流行的环境 就是你知道 就是湿湿的 然后冷冷的 温度也不高 新冠状病毒 可以在外界存活的时间 也比较长 那结果这个女生就自爆 只要每次有新的变种病毒 她一定种 所以是这样 天选之人吗 好 那我们来谈谈 最近最热的梅将军 这个讲到梅将军呢 其实 我们的执行制作 小美女安安最清楚 因为我前阵子来这边 都会咳嗽 就录一录就要喝热水 因为那时候 我是得到了梅将军 才知道怎么样 那我这辈子 是第二次得到梅将军 而且我奇怪的是 我得梅将军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都是那种 口罩一定戴在 就是只要进到公共场合 我一定戴口罩 然后呢 上下公车 我一定喷酒精 所以我其实口袋里 就戴着酒精瓶 我们有YouTube朋友 我来证明一下 我没有事先准备 你看我口罩 马上拿出来 你看我就有一个 透明的酒精瓶 那YouTube朋友 你可以看到 而且随时都有装 就是保持我 都有喷酒精心 而是我算是一个 卫生习惯很好的人 那我不知道怎么感染到梅将军 反正就得到梅将军 然后得到梅将军很可怕 就是你咳到觉得 你都要把你肺给被 而且是干咳 咳到有那种要吐的感觉 就是你的肺都要被咳出来 然后狂咳 那如果你不去给医生看的话 那大概咳到一两个月 会咳到你觉得 死身无翁 觉得你觉得人生无趣 就是你只要 然后好像都是早上特别会咳 到晚上就好一点点 然后你就以为好了 第二天继续咳 那才知道原来 其实梅将军是有抗生素 可以治疗的 但现在台湾人呢 对这抗生素呢 有60% 他是有这个感染性 这边特别提一件事情 就是说前阵子有传言说 梅将军的抗生素不够 其实梅将军抗生素 是老的抗生素 最近有一档股票 叫瑞基吧 好像是 他就连续好几根涨停板 那股价你知道 他是因为梅将军的关系 他有这个 他是美国前三大 抗生素的供应商 在台湾哦 是台湾家公司 但股价很便宜 你因为说 哇这个很厉害 有抗生素 然后现在梅将军肺炎又很严重 他的抗生素一定股价很高 你一定想说 要不要250 300 NO 26块钱 26块钱 为什么 因为老字号的抗生素 其实没什么利润 你必须要大量 就像口罩没利润 我们知道有一档 做口罩的股票嘛 那之前曾经最低 只有0.6有没有 后来因为疫情的关系 涨了200倍 就是你那时候 就是晚上做梦到 有没有 然后拿了1万块去买 疫情现在变200万 我的妈 这实在是太可怕了 Anyway 但是这种公司 你说做口罩能赚几个钱吗 是赚不到什么钱的 那做抗生素赚不到钱 那因为 好像宝瑞还是瑞基 我忘记名字要查一下 你要查完 你要买 其实OK 但是要记得 股票投资必须要自负盈亏 别人建议不代表 是你购买的动机 然后呢 然后就 我就 就有个新闻说 台湾缺这个抗生素 那我看到这新闻的时候 我就有点纳闷 台湾怎么会缺抗生素呢 这个 这种药又不是 这种老抗生素 又不是什么 很新型的 这种高端的抗生素 怎么会缺呢 它就一般性的抗生素 可以处理 但我们台湾人 有60%有抗药性 这边要特别提醒一件事情 说 其实抗生素 它的一个周期是7天 前阵有一个新闻 就 这个女孩子呢 她是一个OL 大概年纪在30几岁 然后她有 因为女生很容易 因为女生的那个 泌尿道比较短 所以很容易发炎 这是女生很痛苦的事情 然后她泌尿道发炎 所以她就去看医生 那医生就给她开抗生素 那因为我们现在去诊所 诊所很麻烦 她只能开三天药 但是很多的医生 没有告诉你真实的状况是 通常一个抗生素 聊期是7天 所以你必须要看两次 好 就变你症状OK了 你还是要把它吃完 因为你身体 如果有残存的 那些病毒或者细菌 你用抗生素 然后呢 你没有完全消灭掉的话 很抱歉 下次你再吃同样的抗生素呢 你身体就会对这个抗生素呢 产生的无效 好 就你的病毒已经可以 就是会无效 这个很重要 就你一次要把它杀到死 绝不能残存 好 7天 这个新闻不知道 我们听有知不知道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你去看医生 对 你如果是因为吃抗生素 医生跟你说吃抗生素 那你一定要吃两个周期 好 吃到结束 好 那这位 这位女士 这位小姐啊 她就是 就吃两天之后 觉得状况OK了 她就做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情 你知道 她做了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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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果这一停药之后 不得了了 后来呢 就急剧的爆发 因为她的那个细菌 没有杀干净 所以细菌呢 已经可能有产生抗药性 什么东西 就大爆发 然后直接造成 差点造成肾衰竭 好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泌尿道是直接接 膀胱嘛 膀胱就接到了肾脏 所以差点肾衰竭 就是 小小的泌尿道感染 然后没有吃足够的抗生素 好 她以为好了 就 幸好她 警觉性很高 就觉得她肚子非常不舒服 她赶快去看医生 然后挂急诊 到大医院 好 才知道事情大条了 差一点点 发生肾炎 好 肾病变 好 那就 这事情就很严重了 那回头一件事情 那为什么前阵子会传出来说 台湾抗生素缺药呢 原来故事是这样的 因为呢 我们的讯息 其实没有办法从中国那边取得 那中国当然 他一定技巧性的 把一些讯息给遮掩 那你知道那时候 在北京啊 因为这些肺炎的关系 他们总共有八种不同 七到八种不同肺炎 同时攻进中国 这是什么世界啊 甚至他们在北京医院 有检测到一个小女孩 女童 她叫女童 然后一检测的时候 出来结果 我的妈 我听完这数字 我真是吓到了 你知道小女生同时感染几个 几种肺炎病毒吗 你觉得会几个 会让你觉得很shark 我现在中国流行 大概七到八种啊 你大概猜出答案啊 没错 这小女孩竟然身上 六种不同的病毒 肺炎病毒 我的天哪 这是什么世界 听完我之后昏倒 那在中国呢 其实还有一些状况就是 它的状况就跟 新冠状病毒一样 就感染完之后 没多久 竟然产生白肺 我从来没有听过 梅浆菌病毒 会造成白肺的状况 所以有人怀疑 说其实这次 是不是新的变种病毒 其实联合国 也开始注意这个事情 但我们都没有得到 这个消息 所以我是 那按照 魏伯伯的说法 应该在12月下旬到1月 中国的这个肺炎 就会传到台湾来 好 那我是希望 这个不要发生这事情 因为现在很多人去中国旅行 好 因为现在中国北方 其实还蛮美的 就是开始下雪了 好 所以有人会去中国赏雪 然后到四川去玩 那现在中国已经是全面性 就是沿海地区啊 从北京一直到深圳 都已经是非常的感染 好 那煤浆剧是可以做检测的 所以换个角度来说 那为什么会传出抗生素会缺呢 原来是因为 这个所有事情都中配先知道 中国的配偶先知道 那也就是说呢 他们在大陆 在中国呢 好 就是状况严重的时候呢 就跟中配说 你可不可以到台湾 帮忙买一些抗生素的药品 那现在中国是连抗生素都缺 我这是绝对让我 没有办法想象 因为抗生素 已经是超过两百年的历史吧 应该有了吧 有抗 有 有第一个 由黴菌发现到的抗生素 这应该已经是 百年以上的历史 所以抗生素是老药 它并不是一个很难制造的药品 就中国连抗生素都缺 那因为中国人在过去 有那个 就是我们说的 疫情的经验 所以呢 以前抢口罩嘛 抢什么 什么都抢嘛 对不对 然后呢 现在他就立刻打电话给中配 说你可以在台湾买一些抗生素 好 寄到这个中国 大概是这样子 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们先修一下 等我再聊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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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生素 欢迎回到黄金铭聊新闻 确实这个梅江菌 其实也不是这么大病 那根据我感染的经验 就是可以到 就是人生觉得很无望 然后我就见到一个医生 然后我就跟他医生说 因为我在新竹看的 我说我要回台北 一般来说医院只会跟你开三天 那不知道因为他认出 我这个脸孔还怎么样 他就帮我开了七天咬 那我才知道 后来知道原来其实七天 才是标准答案 就是你一个标准要七天 如果你吃了中间停了再吃 其实对你是不好的 所以今天一定要把这些讯息 记在一起 就像我们之前有传给大家的消息 就是你吃益生菌 都以为是致肠胃 其实没有 对女生还包括了面药道 还有生殖道 以及子宫的保健 其实都要吃这些好的菌 那你吃也好菌的话 其实你就不容易得到子宫颈炎 比较不容易得到泌尿道发炎 或者是生殖道发炎 比较不会 而且你生小孩的时候 灼肠的能力也会比较好 因为你子宫是好菌 这是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上面 有提供大家一些 我也看到新闻的时候 自己也吓一条 好了 那当然回到这个梅浆菌的问题 就是后来才知道结果是 为什么那新闻说台湾缺药 原来这些中配呢 在台湾买不到 这些所谓的就是抗生素 所以他就回传说 台湾没药了 其实不是 因为抗生素是医主 要医主才能开 就是必须医生才能开 一般药局是不能卖一些抗生素的 这是差别在这里 好不好 这是蛮有趣的一件事情 那当然因为这个疫情 可能就会将会发生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前做个防备 那根据我所得到的讯息 就是新闻上媒体所谈到的 我也不不说 大概按照时间序列 就是中国现在流行的 各式各样的这种肺炎呢 因为这个世界 已经没有什么国界了嘛 那总是有人要去做商务旅行 所以他们会把这个中国的病毒 或者细菌呢带回台湾 所以估计呢 在12月中到过年前呢 台湾进入流行 那新冠状病毒 也可能会进入到流行 所以你要怎么来保护自己呢 这件事很重要 特别是我们很多听友 都跟杰明一样 都有一定的年纪 那其实你第一个动作 其实我们应该常常去中医 去中医 这个药局 来买一些保健的食品 那中国医药大学 中医院的院长 附设医院中西医 结合科主任 他名字还珍藏 他的抬头 叫做 中国医药大学中医学院院长 附设医院中西医 结合科主任 颜洪荣医师又指出 他说目前中国所出现的 梅浆菌呢 对抗生素是具有高度的抗药性 所以呢 建议可以吃黄芹 枸杞 红枣 组成的中药茶饮 这听起来好像不难嘛 这不难 他有讲怎么买 他有叫你怎么做 那我觉得这是蛮好的 反正我每天都要喝水嘛 那早上煮一大锅 应该是一个还蛮不错的方向 那如果你想要知道 这中药配方 你在路上可能听不到 没关系 你就是打这个人 叫颜洪荣 颜色的颜 红是宏观的红 荣是融合的荣 或者你直接打中药饮 中药饮 关键字 中药饮 梅浆菌 你就可以找到这篇文章了 避免你听完之后记不得 因为我们开车 也不可能做笔记嘛 他说呢 梅浆菌肺炎 应该是每个小儿科医生 都治疗过的疾病 那一般来说 就是用那种古老的红霉素 好 类抗生素呢 其实都可以治疗 但目前中国出现的 梅浆菌肺炎呢 它对抗生素是具有抗药性 而且高达60% 所以换个角度来说 预防剩余治疗 这个我们都同意吧 好 预防剩余治疗 那梅浆菌的肺炎呢 跟大部分的呼吸道感染 像是感冒啊 流感啊 新冠啊 腺病毒啊 好 一样哦 都是受到风血 克风血的影响 都是风血引起的 风血原来是中医的用法 风血 那会出现到发热啦 恶寒 头痛 咳嗽 那我说句话 我得到这个梅浆菌的时候呢 是去年10月的时候 我大概咳了一个多月 好 那没有发烧 没有头痛 就是狂咳 也没有就是 刚才讲的什么 怕冷 通了没有 就是狂咳 咳到觉得肺都要吐出来 咳到我去照X光 都怀疑自己 有没有感染什么脏东西 那东汉一家 东汉一家 叫做张仲锦 在商寒润里面 有提到 那宋代的一家的洋人斋呢 在直指方呢 也有描述呢 如何来做预防 那也有意思是说 外感的风邪呢 侵入人体之后呢 进入体内会转换成 含邪 好像听起来有点复杂 风邪变成含邪 那其中呢 以发烧的热邪 还有热邪 风邪 含邪 还有热邪 中间真的麻烦 那是不同的变化 那就像梅浆菌肺炎 会引发不同症状的变化 那也跟你的体质 还有体抗力有关 所以呢 为了让大家增加免疫力呢 他特别开了一道 这个茶饮 提供大家做参考 很简单 你就去中药房 你就说你要买这种 所谓的 就是防含邪的 这个中药 中药饮品 那这个 这些中医的药剂师呢 他就会帮你抓 抓什么呢 三前的 大概就用手 差不多抓是一个乒乓球 大的部分 的这个 这三前的什么东西呢 就是红枣 黄旗 这个黄旗 红枣 还有这个 枸杞 枸杞 红枣 跟黄旗 这个应该是大家都知道的东西 就是 而且我觉得红枣吃起来还蛮甜的 那大概抓呢 10到12公克 然后呢 就是你去买 你去买 他会给你 就是 他应该不会分装 那你自己抓 大概10到12公克 大概差不多乒乓球 那么大呢 然后用2000cc去水 去煮 大火煮开之后 换小火 煮15到20分钟 就可以当做中药饮了 而这个中药饮 其实这个费用不是很多 大概可能就是不到百块钱 可是你同样的东西 你要去茶饮店买的话 你就要花更多的钱 那 但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个是预防的 是预防的 这里要特别提一件事 是预防的 如果你听了半天 有人说 我最近好像有咳嗽 你就用这个处方筋去买 就用不是处方筋 用这个 这三个去买的话 叮咚 错了 就绝对错误 因为如旦确诊之后 你就不能再喝了 所以这是预防的 它不是治疗的 那据了解 星光那个什么 什么氢 氢冠一号吧 氢冠一号 是可以来做使用的 这个就是你 你真的感染 你可以喝氢冠一号 但是如果没有感染之前 就是你是要让自己 避免这种邪气进来 要做什么 风邪进来的话 黄芹枸杞 还有红枣 煮成这个茶饮 那就是温热的喝 其实应该不会花你太多钱 但是对你抵抗这种所谓的风邪是有帮助 觉得蛮好的 你可以试试看 就如果你路边旁边有中药行 你就去很快的把它买一买 就OK了 其实并不是很难 那另外一个议题 就是因为也是冬天的关系 前阵子发生了一件事情 我们觉得非常遗憾 就是一位在卫福部工作的一位高阶的官员 年纪才57岁 那他没有什么慢性病 生活作息有没有正常 媒体没讲 那有没有运动 媒体没有讲 那身体看起来都很健康 结果呢 没想到 就是一个晚上之后呢 就是被太太发现到 已经就是命丧皇权了 已经去见上帝了 那完全没有征兆 就睡梦中直接心肌梗塞 那我们当然要说 因为他还年轻了 我也不好说什么 但事实上这应该是 他真的 他当然 他因为年轻 我就不知道下面的话 适不适合讲 其实他应该是一个有功德的人 因为有功德的人 基本上他在死亡的时间都特别短 有些人是就躺在病床七八年 我也不能说没有功德 我说像我妈妈 她是那个心肌梗塞走的 五分钟走人 而且年纪也很轻 才74岁而已 但是他走得很快 就没有什么病 像我爸爸 在走之前 他开了三次刀 我都心里想念 他如果不开刀 搞不好可以活更久 那从肺腺癌 就变成是小肠癌 然后把小肠割掉之后 最后是肝癌死的 因为这个病毒跑得很快 他开了三次刀 我觉得 我现在想想真的没有必要 而且他已经88岁了 如果当时决定不要开刀 搞不好还可以活到九十几岁 因为他其实身体蛮健壤的 所以 当然我不是鼓吹 大家不要开刀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说人生其实很多选项 这样我爸就撑了半年多 才走的 那我听说有人撑了七年 我觉得真的太恐怖 不是只有病人不舒服 是家人都已经 久病无孝子 这件事情是真的 但是我不是要说这个事情 我觉得扯远 我谈的是心肌可散 而且我谈的心肌可散 是什么东西呢 是心肌可散 已经开始年轻化了 我们现在最年轻 我资料显示 最年轻的大肠癌患者 是18岁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因为大肠癌是 50岁以上才开始会耗发 因为我们经过 因为第一个我们人体也老 器官也老了 那可能我们的组织 也没有像以前 具有比较大的一个弹性 那这个新的细胞的生成 也不是那么的多 所以换个角度来说 大肠癌很容易 好发在50岁以上 那年轻的时候 可能因为冲事业 可能饮酒 或者是嚼槟榔 或者是抽烟 那当然都可能造成 我们身体的器官 可能会比较老 当然我也不是百分之百 其实就是有一个 日本的那个长寿者 他一百多岁了 可是看起来还很硬朗 而且长起来不像一百多岁的人 他说他从年轻当兵 就抽烟抽到一百岁 他也活到一百多岁 所以这个也没有一定 当然抽烟是不好的习惯 这个一定要先解释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 可能有些听友是抽烟族 他也不觉得他抽烟有什么错 所以我们还是要讲一些事情 提供大座参考 但是通常如果在年轻 因为奋斗的关系 所以50岁应该有大肠癌的 好发率 实际上50岁上 我们都可以理解 但18岁就感染大肠癌 后来原来他非常爱吃鸡排 他基本上每一天的晚餐 都是吃鸡排 炸鸡排 好然后每天吃 吃到最后大肠癌 好那 唯有年轻的这个 年轻的学生 那也被测出是大肠癌 就检查结果是什么呢 因为他长时间呢 需要熬夜 那熬夜理由不知道 好那熬夜呢 就会吃宵夜 那吃完宵夜 差不多就要睡觉了 好他就吃完宵夜 睡觉吃完宵夜 睡觉吃完宵夜 睡觉 好那我们都知道 其实宵夜一般来说 不会是健康食品嘛 你的宵夜会是什么 你的宵夜大概是什么烧烤啦 或者是炸鸡排啦 或者是泡面啦 我也不能说泡面不是好东西啦 就是说比较多一点点 就是非原型食物嘛 有人吃宵夜 特别跑去煮菜的吗 应该没有吧 好所以宵夜大部分 都是比较高热量的食品 结果这位年轻的大学 他就觉得就是 他好像是发生雪变吧 然后事情大条了 因为年轻人不会去做见解 应该是雪变 如果没有记错 他就去看医生 就一看医生 大肠癌N起 我不好意思说那数字 因为听起来有点惊悚 那当然后来结果怎么样 我就不知道了 所以现在已经各项疾病 都已经年轻化了 而且我前阵看那个新闻 我觉得也很可怕 就是乳癌也年轻化了 乳癌也年轻化了 那乳癌年轻化的原因呢 因为早期大家都知道 我们喜欢用不沾锅 那不沾锅呢 它要放一身 所谓的铁芙蓉吧 那如果那个没有破 其实不用担心 它里面有一个东西 叫做CPFS 我忘记的英文字了 它是标准的 会导致这个乳房癌 好 乳癌 而且我们乳癌的 平均耗发年龄 比欧美国家 其实美国是乳癌 死亡率最高的一个国家 但我们耗发年龄呢 都比欧美国家年轻10岁 是因为我们周围 有太多的这种 所谓的造成乳癌 或者造成我们身体病变 或者是造成不孕症 或者男生精子变少 其实都是我们生活中 太多的一些 化学药品的存在 好了 然后呢 因为我们在做不沾锅的时候 早期不沾锅的时候呢 有破的时候 还舍不得丢 那就吃了一大堆 这种特殊的化学 化工品 然后就造成了乳癌的发生 其实讲乳癌 我坦白讲 这是一个 很多女性的噩梦 这是一个极为可怕的事情 那我周围也有一些 朋友 年纪轻轻的 包括我的姐姐在内 都因为乳癌关系过失 那现在心肌可散 有年轻化了 那冬天又到了 我们该怎么面对这个问题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等我继续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回到旺杰明聊新闻 那我们就来谈 这个议题到底是谁写的 是医师叫林悦志医生 他是恩主公医师 他说心肌梗散 已经有年轻化的趋势 他建议民众平时 可以透过心痛指数 评量表来自我评估 及早发现并治疗 我为什么特别对这条新闻 我特别有印象 是因为有一次 就是我去录影 大家都知道 有在电视台上电视 那那天我就是 因为很特别的关系 我就上了一个中午的节目 因为我年纪大了 所以我都会习惯性 只要天气有点凉快 我就会戴围巾 那以前觉得 男生戴围巾 是一件很娘炮的事情 但我发现到 这个戴围巾 真的是非常好 就在冷天气 你只要围巾一搭上来 都通常蛮郁寒的 然后我就跟余妹妹 就走出电视台的时候 我就顺手就把围巾给戴上了 然后正好遇到一位 知名的政论节目的主持人 他见到我就说 你是对北极来 他就笑我 然后当然他年纪比我长 然后我就立刻把这个围巾拿下来 就笑一笑 我就没有回答 那为什么要谈这件事情呢 因为后来我进了电梯的时候 就跟那个电视台的 因为其实大家都认识我 我知道大家都认识我 所以我很喜欢跟人家搭讪 我就在聊一下说 我刚才被那个主持人笑我戴围巾 然后没想到这么一句话呢 跟我聊天的那个电视台工作人员 大概三十几岁 看起来年纪不是很大 他跟我说哥 你知道前两天的时候 他们电视台三个人走了 这是因为处人的关系 处人走了 我听完之后我吓到了耶 我真的吓到了三个 好就因为不是好像上上 是跨境十二月份 那个十一月底那次不是也是突然变冷吗 好那我知道很多人 我知道很多人就是紧急送医 但我没有想到是只光一个电视台 就三个人就猝死 所以就不是开玩笑的 那心痛不要等 现在人生活非常的繁忙 又快节奏 快节奏硬产生高度压力 特别像是台北台中 这种生活比较节奏 比较快的地方 那可能对心脏健康造成严重的影响 所以林医师就提醒民众 随着生活跟饮食习惯的改变 心肌梗塞已经逐渐年轻化 其实讲到年轻化 还记得我们曾经有一集节目讲 那个现在我们的小男生小女生 已经提早性早熟 有没有 就是八九岁就已经性成熟 真的很夸张 那当然跟我们生命中的物质有多 但是呢 其实大量吃这种所谓炸物 可能也是造成炸击什么之类的 也可能造成这些小女生小男生 就容易性早熟 而且比较好发的都是女生居多 这也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这个饮食真的要吃原型食物 那所以呢 现在所谓的心肌梗塞呢 已经不是所谓的高龄族 才发生的疾病 那这位新北市恩主公医生 心脏科内科主任林月志医生 就表示 心肌梗塞是严重的心脏疾病 那这个一定需要抢黄金时间 那发作前呢 其实毫无症状 通常只是一些小小的 微轻微的症状都被忽略 最后造成不可挽救的后果 那林月志医师就指出 心肌梗塞造成是心脏血管阻塞 导致心肌血流不足 缺氧坏死 那因为血管内的脂肪斑 快地形成血栓而阻塞 也就是心肌梗塞的梗塞 心肌梗塞的来源 那心肌梗塞高风险族群 主要分为三种 你是不是在其中之一呢 第一种呢 是身体因素造成的 比如说高龄跟肥胖 第二种呢 是男性有家族史 第三个呢 就是工作压力过重过劳 甚至长期失眠 甚至有抽烟 那这些人呢 这属于第二种 第三种呢 就是天气的因子 突然之间温差变大 比如说你从温暖的房间出来 或者早上把棉被摊开 那一瞬间接触到冷空气 都很可能会造成心肌梗塞 他说大部分的心肌梗塞呢 可以透过改善 作息跟饮食习惯来避免 但仍有不可抗拒的因素 那他现在发现到心肌梗塞呢 确实已经有年轻化的一个方向 所以一定要随时对自己来关注 特别是你是那种 就是日常生活压力很大 然后你工作时数又很长 而且你可能还长期失眠 或者你有抽烟习惯 好那这些呢 都是属于心肌梗塞 会找上门的人 那你一定要开始自己来做评估 特别是有些人觉得 我心痛一下没有关系 错了 如果你有心痛的状况 你就可能要开始留意这个风险了 所以第一个是胸痛 第二个是严重的上腹痛 如果有上腹痛 有人都以为是肚子痛 其实我周围有一个哥哥 他就是心肌 就是那个血管剥离 然后他跑去看 就后来被紧急送医 他说这个征兆特别明显 就是严重的上腹痛 严重的上腹痛 这是最明显的 另外一部分呢就是 就是如果你这两项 还有包括胸痛 严重上腹痛 呼吸喘 如果这些你都有的时候 再加上你有心跳不稳 心跳不稳这个大家知道 就是你心脏突然蹦蹦跳 那种感觉一定有 比如说尤其男生 看到一个正妹走过来的时候 你突然觉得你心脏在跳 就是每个人都一定有这个经验 就是你觉得心脏不规则跳动的时候 或者你的左肩膀 或者背部有疼痛的时候 也持续五分钟 休息二十分钟 还没好转 那你就是有所谓心肌梗塞的问题 特别是天气变冷 那我对很多哥哥姐的建议 就是一定要带围巾 那尤其是女生啊 现在丝巾很流行 就是拿丝巾就可以了 就是一定要记得出门在外 第一件事要做的事 就是先把丝巾给带上 那你可以带小帽没关系 所以天气预防 天气冷啊 预防心脏病呢 有三大建议 那这个三大建议是哪三大建议呢 那么这是由 国民健康署长吴钊军的提醒 他说天气寒冷啊 日夜温差大 应该及早预粮心脏病 极其中风的发生 国民健康署署长吴钊军 吴钊军特别提醒 随时注意环境温差 做好保暖工作 尤其是头颈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 一定要带围巾 围巾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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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去你参加选举招式更重要 那而且围巾也是一种 很好的装饰品 我讲到围巾 坦白讲 很多的男生觉得 带围巾有点凉泡 可是你知道吗 在欧美国家 时尚 就是银法族的时尚男性 除了穿那种长的大衣之外 他们一定会精挑一个 很搭的围巾 所以围巾其实是一个 非常时尚的东西 所以千万不要以为 带围巾是一件很凉泡的事情 其实没有 尤其是头颈的部分 一定要做好保暖 必要时的时间 可能还要戴手套 因为四肢的保暖很重要 比如说袜子 这个袜子蛮重要 现在其实时间点 尤其是你觉得你脚 好像一冷的人 你现在是时间去买一些毛袜 如果你家里毛袜 或者你应该把毛袜拿出来 因为毕竟冬天快到了 所以像是口罩 围巾 毛袜 这些穿搭很重要 那其中可以洋葱式的穿搭 所以洋葱式 就是里面穿的衣服 是比较轻便的 比较稍微保暖 然后外面外套一个大衣 那如果你进到 比较温暖的地方 你就不用热烘烘的 就是你衣服 里面衣服又很重 难脱 千万不要这么做 那国界署表示 当气温骤降的时候 将来湿冷 血管内的平滑肌 会跟着收缩 容易造成血压升高 接着心脏病 跟急性中风 就会发作 特别是三高者 还有心血管的患者 以及高龄的长者 都需要注意到 那当然了 还是要回归基本面 就是规律的运动 均衡的饮食 定期的量测血压 定期回诊 这些都很重要 事实上 我们说的很简单 坦白讲 做起来真的很难 我们在年轻的时候 就是说 从来不会觉得 我要动就动 要走就走 我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 可是说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要动就动 这件事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 要走就走 没有想象那么容易 但是不论怎么样 你如果不做呢 因为我们现在 平均的长辈 在见上帝之前 大概五到七年都躺病床 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然后 这边特别提醒 就是说 你一般我们 就是 如果你觉得你身体是属于 我刚才讲的三高 有新冠状的疾病 而且特别是 你工作非常劳累 晚上睡不着的人 一定要起来 起床 你要有这个口诀 慢 热 起 穿行 慢 热 起 穿 行 就是慢 好就很慢慢 热是要把自己弄温暖 然后再起床 然后穿衣 然后再行 再行 那到底什么叫做 慢热起 起床行呢 那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当然 你起床的时候 不要 我闹钟响了 就把棉被 打开 就跳起来了 然后冷空气进来 就再见了 所以 第一件事情就是 你起床的时候 慢慢的起床 然后在起床之前呢 先把围巾给呆上 所以你在床边 要放好围巾 然后呢 帽子也在旁边 好 所以你在起床的时候呢 先把围巾跟帽子 穿好之后 再把棉被打开 然后慢慢的起来之后呢 再穿上洋葱式的穿衣服 然后才能去执行你的工作 好 就是慢热起穿行 所以如果你是 听友是年轻人 那你家里有50岁以上的长辈 哥哥姐姐 记得就是要 你可能要准备一个 适当的帽子 还有这个围巾 放在你的长辈的旁边 然后叮咛他 在起床 棉被还没打开之前 先把围巾给围上 那尤其是天气变冷的时候 那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呢 我们一般来说 好冷好冷 冲到房间 第一件事做什么东西呢 洗热水澡 千万不要 千万不要 No 因为从户外走进 温暖的室内 要先让自己的身体 慢慢变暖 再洗冷水澡 避免温差过大 造成血管图人之间扩张 尤其是有些 长辈 哥哥姐姐 你的血管弹性 本来就不好了 大家都知道吧 其实我们血管 有血管年龄 现在超过 就是女生更年期之后 男生是50岁以上 其实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 一定要做一个检查 叫做 叫做血管 血管年龄 一定要做血管年龄 那事实上很多 更年期的女生 很多更年期的女生 就是因为 更年期结束之后 很多疾病都会慢慢的出来 比如说 突然之间老得很快 皮肤缺乏弹性 但是更年期结束 有个好处就是 原本有子宫肌瘤了 可能子宫肌瘤就萎缩了 但是重点来就是 还有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如果你已经 更年期结束了 你一定要定时去检查 你的血管年龄 因为很多人去检查的时候 看到年龄的时候 都经不住 喊出了一句话 哇哦 我的妈 啊 为什么呢 因为可能50岁的女生 结果心脏 那个血管年龄 已经到七八十岁了 都没有注意到保健 那血管年龄 就是突然间会有 心肌梗塞 或者血管剥离的原因 这个是非常严肃的话题 所以换个角度来说 如果你就是走到外面很冷 回到家第一次冲热水澡的时候 你可能会造成低血压 甚至造成你直接就 因为血管直接并发 好造成你直接倒在地上 好所以换个角度来说 有时候天气很热 人们都不会开窗 有时候你进到房间的时候 还是先把窗户先打开 像我回到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打开窗户 让室内外的空气能够流通 温度也可以稍微稳定下来 我觉得这些事情 也要提供大家做参考 另外一部分呢 就是有关 这个就是所谓的这个糖油 那我们知道 现在糖尿病的比重 已经有明显的增加了 而且糖尿病的年龄层 也在这个就是年纪往下掉 我觉得是自作孽了 我并不是对于路边那些年轻人 创业做饮料店 有任何负面的讯息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 我们太溺爱 甜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甜食 就是我们说的饮料 糖饮料 那这种糖饮料呢 其实你喝的越多呢 等于是你正在替你的 中年之后 去创造一个糖尿病的 一个极大机会 所以换个角度来说 在这个天气冷的时候 大家喜欢吃这种 淀粉食物的时候 也要控制糖分 那祝大家身体健康 祝大家也家庭门满 和家欢 和家美好 那该结婚赶快去结婚 该生小孩的赶快生小孩 那长辈要照顾好自己 那我们希望有机会 再跟大家一起见面 谢谢大家 祝大家身体健康